中道自然医学专辑 这个专辑是由王群光医师、蔡凯周医师、王峰医师所共同录制的 我们这一集是讲情绪障碍自然疗法的原理 情绪障碍我们先由这个妥瑞症来开始切入 妥瑞症是属于这个ASD就是儿少情绪障碍的一种 我们为什么用这个妥瑞症来做一个说明呢 因为妥瑞症的患者他有这个异常的动作 有异常的动作呢 就可以知道他治疗前后到底有没有好 在视觉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治疗好以后他就变成不会一直在眨眼睛了 那这些小朋友呢 妥瑞症他是怎么样这个被引起的呢 就是因为有肠肉、肺肉、脑肉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肠肉 肠肉症、Liquid Guide Syndrome 肠肉症就是说当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吃下去的食物跑到这个小肠里面 胃、小肠、大肠 小肠里面我们食物里面的蛋白质是不可以跑到身体里面去的 蛋白质一定要变成氨基酸 才能够进到身体里面 这个大的就是蛋白质 大的这个就是蛋白质 小的就是氨基酸 那我们的肠联膜要很聪明 这里面是食物 我们的肠联膜要很聪明的 再做一个很好的选择 把这个好的东西吃进来 不好的东西不要让它进来 这个叫做主动吸收 那如果我们的肠联膜不够好呢 就会形成一种 把这个不好的蛋白质也吸收进来 这个好的营养反而进不来的一种情况 什么情况下会引起这个肠联膜功能不正常呢 通常我们是缺乏这个细胞的原料 就是脂肪酸、多糖体、氨基酸 这种细胞的原料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那这个细胞的原料构成细胞膜 这个细胞膜这里就是脂肪酸 这个是多糖体氨基酸 这个脂肪酸、多糖体氨基酸 构成整个细胞 整个细胞,尤其是细胞膜 这个细胞膜 如果说你的这个材料不好、颜料不好 它当然品质就不好了 就好像我们一个水池 你做一个水池 用的颜料不好会漏水一样 或者是像你门没有关好 坏人会跑进来了 这个就叫肠肉症 这个过敏炎、肠躯、植入 跑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像这个人呢 他就是吃了小麦、黄豆、花生 像这种我们说 这个是他的地雷食物 还有酵母 另外一种是肺肉症 Licky Lung Syndrome 什么叫肺肉呢 其实就是 我们呼吸中 空气中 里面的成分 比方说蚌、猫毛、狗毛、花粉 会意外的 跑透过这个 肺泡的细胞膜 跑到身体里面 什么东西会由 经由呼吸到 进到身体里面呢 常见的就是 蚌、猫毛、狗毛 一些花粉、黴菌等等 这些东西 不好的东西 异物 进入我们身体里面呢 就好像是 我们的国家 来了坏人 来了敌人 我们的军队会出动 来去跟他作战 这个作战呢 就分为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就有这个肥大细胞 肥第一型的这个过敏反应 就是由肥大细胞来担任的 肥大细胞 它分泌出来的 放出来的 这个叫做组织胺 所以 如果你过敏的话 医生就会开这个 抗组织胺给你 眼里就在这边 另外一种呢 就是 第三型的免疫反应 这个跟IgG 是一种慢性过敏反应 慢性过敏反应呢 这个Macrophage 释放出来的是Cytokine 还有很多其他的物质 所以一个人 如果是慢性发炎反应 过敏反应的话 你吃这个抗组织胺 是比较没有效的 这个是我们的血管 里面有红血球 这个过敏炎 跑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白血球就出来开始 来攻击这个过敏炎 就好像警察 看到强盗 开始追捕这个强盗一样 这个就造成了这个发炎反应 就是强盗跟警察 打了起来 造成这个发炎反应 这个我们叫做发炎 发炎 发炎的话 炎制有两个火 就两边在焦火 这个就是发炎 看我们的警察 如果跟强盗在哪边打起来 哪边就设备 或者旁边的东西就受伤了 那我们的这个白血球 跟过敏炎 在皮肤打就造成皮肤的这个症状 像这个异味性皮肤炎 就是这样 这个是干险 发炎 什么叫做发炎呢 发炎其实就是疾病的源头 发炎就是我们身体里面 我们的免疫细胞 为了对抗这个外敌 而发生了一种战争 一种战争 伯火战争 所以发炎是疾病的源头 那发炎 看你这个在什么地方发炎 比方说 我们这个 有一天如果我们家里来了 回到家里 发现来了一个小偷 被我们发现了 那你跟小偷打了起来 在客厅打 卧室打 洗手间打 在哪里打 哪里的这个设备啊 家具就被打坏了 我们的这个白血球 在消化道 呼吸道 生殖道 泌尿道 皮肤 或者神经系统 跟这个过敏炎打了起来 那么就会造成很多很多 各种器官上面的这个症状 比方说 这个肠肉肺肉脑肉 会引起的症状呢 或者疾病呢 就包括皮肤的啦 呼吸道的 过敏了 还有消化道的 还有泌尿道 生殖道的 神经系统的 头颈部的 胸腔的 几乎包括 所有的疾病 都是跟 肠肉肺肉 脑肉有关 至于脑肉症呢 那就更麻烦了 我们叫 Liquid Brain Syndrome 讲到Liquid Brain Syndrome呢 我们就要先来介绍一个 血脑脏壁 BBB 叫做Bread Brain Barrier 就是血管 就是血管 跟这个脑 之间的一个脏壁 大家看我们的这个脑血管 这是血管 这个边是脑组织 血管里面 这个血液在跑 红血球在跑 大家看这个里面 它下面有一些 这个 这个缝隙 我们来看这个 现在来看这个缝隙 这个缝隙分两种 一种是比较紧密的 一种是有一个gap的 一个junction的 有一个洞的 可以让东西过来的 那么血液在里面跑 这边旁边的这个叫 Polyside 就是血管旁边的 周围的这个 养护这个血管的细胞 这个是Astrocy 就是心状细胞 这个细胞 神经细胞 它的这个神经Astrocy 这个细胞 它是 就是血管 要把营养 给这个 神经组织 是透过这个Astrocy 来这个供应的 它会由这个 血管里面吸收营养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Astrocy 这个营养 Nutrition 就会持续的 透过这个 透过这个 主动应输 或者是渗透 包括氧气等等 会跑到这个 神经组织里面 有一些药物 如果它 小过这个500个DA的话 会 才有办法 脂溶性的药物 会到身体里 会到脑部 所以我们这个脑细胞 这个barrier 很重要 我们这里讲的是 这个 Brain Barrier 脑部的这个barrier 可是我们身体 很多地方都有barrier 比方说这个脑细胞 这个血 血跟这个 脊椎液之间 也是有一些barrier 血跟这个 这个四网膜 之间也有barrier 肠肉症呢 就是肠道跟这个 这个保护层 保护膜 破坏了 这个过敏炎 跑到身体里面 过来以后呢 这个过敏炎 就有可能突破这个血脑脏壁 跑到这个脑部 这个就是过敏炎 突破血脑脏壁 跑到这个脑部里面的 这个 跑到脑部以后 会形成这个脑部的 这个发炎 这个是脑血管 脑血管里面 这个不好的东西 跑到脑部 突破这个血脑脏壁 就造成这个脑部的 这个受伤 发炎了 那脑里面呢 有很多神经细胞的 这个神经细胞 一直在 一直在放电 放电 放电 这个是神经细胞 神经细胞 这个是细胞的体 这个是细胞的 X-on 就好像我们的电线的 传导线一样 那么 这个 这个 这个miling 取消是很容易受伤的 受伤以后呢 需要有一些细胞 来给它修补 所以 这个是神经细胞体 它只是放电还不够 它会把这个电 传给别的细胞 形成一个很紧密的 一个网 网状结构 所以我们的脑细胞 是持续在 放电的 这个电波 可以用这个 EG脑波图 可以测得到 那如果我们 这个血管里面呢 本来就有这个 这个我们叫做 Macroph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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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本来是在血管里面的 它是不会跑到脑部的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过敏炎 跑到 突破这个血脑胀壮病 这个Macrophage 血管里面的这个细胞 也会跑到脑部 然后在脑组织里面呢 跟这个过敏炎打了起来 害这个正常的细胞受伤了 受伤以后的细胞呢 就会放出这个救命的 电波 好像是在 我们人在受伤的时候 在喊救命一样 放出这种 比较高频的这个电波 放出这个电波 所以这个人 这个小朋友 他为什么会一直这样眨眼呢 就是因为 他吃了这个牛奶啊 蛋啊 小麦黄豆很多很多 甚至姜啊 杏仁啊 酵母啊 蜂蜜啊 这些我们叫地雷食物 吃了这个地雷食物呢 跑到这个穿过这个变成肠肉症 然后跑到脑部 跑到脑部以后呢 跑到这里 这里就是管这个脸部运动的这个脑 好 他是管voluntary motor function 就是随意肌运动的啊 那里面在发炎呢 好 里面在发炎呢 那发炎以后呢 然后他就这边不正常放电 好 这个部分就是管我们脸部肌肉的啊 这个脑不正常放电 所以他随意在在眨眼了啊 像他这样一直在眨眼 可是经过停止吃这些食物以后 再把这个呃BBB就是修补好以后呢 他很快就好了 所以说 妥瑞症 在这个一般的医学里面呢 是认为是说没有药好治疗的啊 吃药也没用 事实上 药当然是没有用 可是在我们这个体系里面呢 妥瑞症几乎百分之百 只要不是年纪太大啊 呃 儿童青少年阶段百分之百是可以治愈的 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 因为脑神经 神经细胞组织是可以修复的啊 这个是神经细胞嘛 那如果有过敏炎啊 跑到脑里面 甚至是就是这个 macrophage 巨石细胞 造成这个神经脑神经细胞受伤以后呢 正常他是这样 传导很好 受伤以后呢 传导不良 传导不良 那我们神经细胞 我们的神经组织是有一些基础的这个架构 这个架构呢 其实主要就是有这个 Neuroglia细胞 神经胶质细胞 来组成的 这这个分三种 一种叫心状细胞 一种叫做 一种叫做 寡突细胞 Oligodendrocyte 一种叫做 Microglia 微胶细胞 我们先来看一下 心状细胞是怎么样 心状细胞就是负责这个 中枢神经系统的营养跟支持 跟这个微血管形成血脑脏壁 提供这个中枢神经啊 稳定而不受干扰的这个微环境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看过的这个 心状细胞 Astrocyte 这个 这个就是心状细胞 再来就是Oligodendrocyte 它主要就是修复 修复部队 可以把这个Mylin给它修复 这是Oligodendrocyte 再来呢 就是微胶细胞 微胶细胞是中枢神经系统里面的 Macrophage 它主要就是在把一些不好的 不正常的组组织把它去掉 这个就是围胶细胞 它在神经里面巡逻 这个围胶细胞就好像我们这个总统府里面的警卫一样 平常我们政报部队 警察 军队是不会跑到总统府里面 那如果有一天 这个总统府来的这个一些报名 我们自己的这个总统府里面的侍卫 首位来不及应付的话 只好找宪兵 警察 证报部队来了 所以说外面的这个Macrophage 很多这个免疫细胞到脑里面 跟这个打了起来 其实就是疾病的一个 神经系细病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 就像这个Macrophage 它是不可以跑到神经里面去的 它跑进去以后呢 就麻烦就大了 那我们如果要修补我们的神经细胞 我们一个纤结条件 就是要有一些原料嘛 要有原料 原料给足了以后呢 就有机会修补好 修补好以后 我们的神经呢 就恢复恢复这个正常 传导速度恢复正常 这样测起来呢 我们的这个智力神经测的时候 这个SDNN 胶感腹胶感神经的这个量啊 就会测起来就会正常 所以我们只要有足够的细胞颜料呢 肠肉肺肉脑肉 其实是可以同步修复完成的 要有好的原料 主要的原料就是这个脂肪酸啊 多汤底氨基酸 这几种 当然还有一些微量元素了 这个细胞膜可以修好 神经它本来传导不正常的 可以修复成这个正常 这个astrocyne呢 也是可以 血脑脏壁呢 也可以修复好 就好像我们 家里这个 一些墙壁啦 坏掉 你要请水泥这样来修 你总是要给它一些原料嘛 你不给原料 它怎么修呢 好 再来就是要提到说 我们的这个神经细胞 事实上一个神经细胞 它是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 一个等于一个工厂一样 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有一个我们讲的立腺体 这个立腺体就是这个样子 立腺体是神经细胞的内燃基啊 这个就是立腺体 立腺体呢 它是负责把这个 就是把一些营养素 尤其是葡萄糖代谢成这个能量 当我们身体氧气不够的时候 它的这个代谢 一个葡萄糖产生 两个ATP 如果我们身体的这个 氧气够的时候呢 可以产生36个ATP 所以我们氧气对我们人体啊 非常重要 这个就是能量嘛 这个神经细胞的营养 非常重要 你要营养能够吸收得到 它有才有办法产生能量啊 人才不会觉得很没有力量 不会觉得这个好像气都快要没有了 就像这个小朋友 他很快就好起来了 当我们帮他停掉这些不能吃的东西 再给他一些营养素修补了以后呢 他这个本来异常的这个脑波 很快就变正常了 通常这个小 这个孩童的这个土瑞症的患者呢 他只要能够停掉不能吃的东西 通常给他吃一些营养素修补神经细胞 我们发现通常他的症状会在 一两个星期之内就大幅度的改善 甚至大概在三个月左右 脑波会恢复正常 好 这个是我们累计的几百个病人 所得到的一个初步的结论 当然这个是还没有发表的 我们只是这里在做一个心得的分享 土瑞症的治疗处方呢 就是像我们前面讲的咯 就是每一个病人来 我们有一个套组 就是测这个智力神经 撑脑波 抽血检查 看他到底他的空气食物护照是怎么样 到底他吃了哪一些不好的东西 让他这个引起这个土瑞症 那我们给他的处方呢 其实就是一种营养学嘛 就是包括维他命F3啊 还有多糖体啊 这个L-glutamine氨基酸啊 GABA 跟这个美离子 GABA是会降低 这个脑细胞的这个不正常放电 会这个美离子呢 其实会稳定细胞膜 我们这个十几年下来 我们发现这三种东西 是我们最重要的这个处方 这个不是药 这些都是天然的食品 我们在治疗这个所有的患者过程中呢 我们是没有用任何药物的 就是这些处方 这个是分子分子原料医学 就是我们要吃的什么东西 就是包括 Omega6、3、多糖体、氨基酸 还有微量元素、矿物质、维他命 还有抗氧化植物、生化素 我们这边讲的这个肠肺脑漏治医疗法 其实让它好起来 这个不是一个假设 这个不是一个假说 是已经被证实的 我们对于这个妥瑞症呢 我们给它一个定义 什么叫做妥瑞症 事实上我们查文献 没有人像我们这样定义过 我们是认为说妥瑞症 就是一种脑部神经发炎或过敏的疾病 过敏炎呢 穿透肺泡常年膜 血脑脏壁进入脑内 我们用这个3D111脑波 就可以侵测到不正常的脑波 所以只要抽血找出过敏食物 同时阻断它 就是不再吃了嘛 如果瞒的话 就是不要再吸到满的 这个干燥的满的尸体 当然这个是要除湿等等 同时服用Omega-3多糖铁 L-Clutamine 用这些细胞颜料呢 来修复这个肠肉肺肉脑肉呢 以及受损的脑神经细胞 就可以全疫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对妥瑞症的一个结论 所以陀瑞症呢 它的这个致力 这个非常的高 几乎到了 孩童接近百分之百 同时只要比较 比较 它治疗前后脑波的这个变化 就可以知道这个效果 像我们这个陀瑞症 它这个脸部 常常会有这个异常的这个表情 等到好 它好了以后呢 这个是在录影的时候 它有异常的脑波 等到它全疫以后 你叫它再装出这种 这种这个肌肉抽动的样子 它都装不出来了 这个就是它异常的脑波 它好了以后呢 经过两个礼拜 它就完全痊愈了 当然 所谓痊愈是指 我们对妥瑞症的痊愈 我们是说 没有这个不正常的动作 因为它是妥瑞症 它就是一种不正常的这个 动作嘛 嗯 可是脑波到正常 通常还要三个月 好 像这个也是一个 妥瑞症 我们在做每一个妥瑞症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做这个同步的录影 像这个小朋友 他也是 很严重的妥瑞症 可是呢 他在情绪方面是完全正常的 他成绩也很好 这个小朋友也很乖 你看他很多正常 不正常的脑波 可是当他这个不正常的脑波 没有出现的时候呢 他整个人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 这个小 这个这位小朋友呢 他只是 呃 不正常的脑波 就发自这个 呃 管这个运动 运动的这个 这个 这个脑 所以它是 叫做妥瑞症 他的 前面那位 妥瑞症的脑波是这样 哦 看起来正常的不多 哦 这里 这个大部分 这个贝他波 哦 这个 工作紧张波 就是这个脑波一出来 他就在 身体就在 就在动了 哦 哦 我们这边要 提起一个叫做 百病同源的概念 哦 就是 所有的病 哦 当然除掉这个基因啊 哦 等等这个 这个 这个 气质性病变 发生以后了 我们是说一般的这个功能性的这个病啊 他原因其实都是一样 就是肠肉肺肉脑肉 哦 因为肠肉肺肉脑肉 异物跑到身体里面会引起这个我们的免疫细胞起来攻击嘛 产生战争 然后所以说 哦 这个 如果 像有很多病啊 这个我们只是治疗这个症状的话啊 就 等于是 你房子漏水了 你只是拖地拖地 哦 永远拖不干净嘛 那我们是 要人家把这个漏水的地方水管关起来 然后把这个水管修好 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中道自然医学的一个 一个理论所在 那么至于西医呢 其实只是治病嘛 治疗你的症状叫做治标啊 西医虽然他们都了解 这个 呃 生化的东西 营养的东西 可是好像没有人用营养学来治病 那么中医呢 他们只是调你的智力神经 调营养 好 所以我们 其实我们 讲的 这么多 其实一点神秘都没有 我们就是一个用营养学来治病而已 事实上 前面讲的这个百病同言 就是所有的病都跟这个过敏有关 跟这个义务跑到身体里面有关 所以既然同言 当然就同疗了 所以 妥瑞症的治疗原则 其实是使用于所有的异常脑波所引起的这个情绪障碍 不管是成人 不管是成人 不管是成人还是小孩子都一样 我们比方说 看这个 这边有一个人 他就是忧郁症 很严重 我们说他万念济灰 整个脑波 这个脑波好像被火烧过一样 几乎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这个好的脑波 可是呢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治疗 他脑波整个恢复正常 他整个人就 负面的情绪呢 忧郁症就全部一扫而光 为什么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像一个人忧郁症恢复呢 忧郁症不要吃药 既然可以好吗 为什么会好呢 其实我们的答案很简单 就在前面讲过了 就是 我们找出他不能吃的东西嘛 然后给他吃一些营养素 让他这个神经细胞有营养而已啊 就是BBB改善了 各方面都改善了 这个讲起来呢 我们可以挤一个例子 就好像 我们说这个是 我们常跟病人说啊 说是你的这个脑神经细胞没有营养啊 没有营养好像讲了 好像病人会觉得很奇怪 他觉得 我每天都吃得很饱啊 怎么会没有营养呢 就是说 他没有吃到该吃的这个营养素 就好像说 我举个例子来讲啊 病人就比较容易听得懂 我常跟病人说啊 我说就好像是 我姐弟说 我小时候家里有养几只猪嘛 这个大人呢 出门的时候 跟我们交代说 哦 某某人啊 你这个猪一定要记得喂哦 不要给他饿肚子哦 结果我们就贪玩嘛 就第一天 猪没胃 猪就一直 哇哇哇 一直叫 叫到第二天就没声音了 为什么 猪已经饿婚了嘛 所以这个人 像这种人好得这么快 他根本就是没有气质性的病变嘛 就是说 不是中风啊 或者神经细胞坏掉啊 就是说 他的神经细胞都是好的啊 我们只要给他一点点的营养素啊 几天的时间就前后判做两人啊 患者有感觉啊 通常是会很快 好 我们给营养素以后 正确的营养素啊 不是乱给啊 那 至于说脑坡恢复正常啊 通常大概要一个月左右 才会比较看得到比比较明显 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治疗精神疾病 这个是一个成人的 五十几岁人的这个精神疾病 好 不然凭什么 我们可以让他的脑坡恢复正常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啊 大部分的ASD啊 就是泛致病症啊 跟所谓的精神疾病啊 尤其是成人的精神疾病啊 都是可以治愈的啊 那我们在这个第三集的时候呢 还会做一个更详细的说明 所以情绪障碍终极有效的根本疗法 就是我们这种疗法 而不是在吃药 我们大部分患者呢 都会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被认为有精神疾病 可是我们完全没有用任何药物 就把它们治好了 所以我们是不用中药 也不用西药的 是用自然疗法 就是给他一些营养素质而已 把他的这个神经细胞修复好 BBV修复好 再来呢 我们就是要谈到说 脑自立神经把器官平衡的这个条件 就是说 这个脑主神 脑主灵 就是说 一个人的情绪不好的时候呢 他出来的是精神情绪方面的这个疾病 神是什么呢 神就是情绪嘛 大家看这个负面思考啊 苦闷啊 情绪大 情绪起伏大 心慌啊 恐慌 这个我们叫神 神不好 那脑主神嘛 很多情绪的问题 其实都是脑引起的 身心灵 精气神 长脑心脑头脑 所以头脑是主神 主灵 是属于上丹田 中医的上丹田 那么气是什么呢 气就是等于这个 自立神经 自立神经的这个活性 气呢 是指阳气跟阴气嘛 就是指胶感跟副胶感啊 这个 这个脑神经 它是脑部管理全身的每一个器官 每一个细胞 它是怎么管理的呢 它就是透过这个自立神经 把这些脑部的脑波讯号传到每一个组织 每一个器官嘛 所以我们这个疾病呢 其实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脑部的疾病 脑波不好引起的疾病 就是神的问题 那么如果是传递中途不良呢 传递不良好 那个就叫叫做自立神经失调 所以一个患者坐在我们前面的时候呢 我们都要很很仔细内心去想 说这个人到底是神的问题呢 还是这个气的问题呢 是传导的问题呢 还是说这个肠胃道的问题呢 肠胃道就是属于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身嘛 身心灵 其实我们只把这个疾病分成三种 一种叫灵的病 一种心的病 一种叫做生的病 其实有很多人 他虽然过敏啊 身体 身体坏到一塌糊涂 这个可是情绪是很正常的 就是属于他这个脑部很正常的 所以一个人的这个病 就是如果脑受损 就是出现情绪的问题 如果自立神经受损呢 就是出现自立神经失调 当然了 我们这个免疫系统 是由脑部跟自立 脑系脑跟自立神经控制的嘛 胶感是控制这个 白血球 腹结感控制淋巴球嘛 所以免疫系统也会失调 然后引起很多这个疾病 所以说我们一个人呢 有这个肠肉肺肉脑肉的时候 他有可能引起这个脑细胞 神经细胞受损 如果单纯的脑细胞受损 单纯的自立神经受损 就会引起自立神经 或者脑部的问题 那么如果再引起免疫系统失控呢 那就会引起很多这个疾病哦 比方说像这个一些自体免疫疾病啊 一些过敏啊等等 尤其是自体免疫疾病 比方说红斑性狼仓啊 泪风湿啊 肝险啊 等等 都是自体这个免疫系统失控 失控以后呢 他免疫系统不攻击别不攻击别人啊 反而来攻击自己的身体 所以我们碰到很多自体免疫的病人呢 他抽血检查 他本身是没有什么抗体的哦 因为他已经把这个矛头转向了 好像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军队已经失控了 不打敌人反而打自己一样 所以说当一个这个肠肉肺肉脑肉 有过敏炎跑到身体里面的时候呢 他也许只造成眼睛痒 啊 睫毛炎 造成皮肤炎 造成中耳炎 那么造成这个肠脂脏气啦 啊 还有气喘啊 或者啊 只造成这个单单器官的毛病 他会觉得 所以 如果你就算一个过敏的疾病 不是 每一个人他都会得到全部的啊 啊 他有可能就是 得到这个脊部的器官的毛病 就是 这个过敏炎跟 这个白血球免疫细胞 在这个 target organ 就是器官上面打起来 哎 如果跑到脑部呢 就引起这个啊 注意力不集中啊 过动等等啊 这个就是我们一种 对这个疾病的这个解释啊 是跟现在的西医 跟中医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中道自然医学啊 我们主攻这个脑坡 自立神经医学 我们是用营养学啊 来去看待这些疾病的 所以说 另外一种人啊 他们就是说 可能肠道呢 没有办法很好地 制造出很多 正而 适当的这个营养素 啊 会让这个 呃 产生很多疾病 尤其是血清素不够 啊 比方说 血清一个肠胃道不好的病人呢 他的这个 没有办法吸收到足够的营养 来制造这个血清素 所以就会出现这个 忧郁症嘛 啊 那现在的这个药物学上面啊 是利用一些抑制这个血清素 被代谢掉 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抑制他的 啊 让他血清素浓度增高的药 那我们是用 就是把人的肠胃道搞好 啊 啊 就是 修复好 让他可以 吸收 可以 到很多颜料 给身体产生这个血清素 我们有一位 我们这个团队的医师 就是王峰医师啊 他本身以前是 苍根医院的这个 胃肠科组织医师 啊 他自己也是这个 呃 这个常常脏气啊 啊 然后呃就是 偏头痛啊 等等 后来我们就帮他抽血检查 哎 发现了很多东西过敏 啊 等等 然后后来就治疗以后 一两个礼拜 他的这个肠肇症啊 全部就好起来了 后来我们跟王峰医师分享 他说 他认为说 有很多的病人啊 只要肠胃道有问题的话 大概多少都会有情绪的问题 这个就是跟这个 啊 我们没有办法吸收到很多的神经传递素 来给我们的神经可以使用 是非常有关系的 这个就是神经传递素 就是 他可以是 一平泥菲呢 肾上腺素啊 西洛托宁呢 都帕命啊 等等 啊 或者 这个神经传递素啊 神经传递素啊 他神经他没有办法 就是平衡的必要条件啊 平衡的必要条件就是能够达到这个同调 好 我们看看下面 如果我们这个交响夜团啊 或者讲 我们身体的这个脑部啊 自立神经啊 跟器官之间 跟器官跟这个器官 organ跟organ之间啊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同调 不同步 不共振 不和谐 不平衡 没有效力 就不会有intuition 就没有质感力 就好像 这个交响夜团的团圆 你谈你的 我谈我的 指挥指挥 指挥他自己的 这个就是叫做 智力神经失调啊 整个疾病就产生了嘛 所以说 我们这个 肠肺 肠肉肺肉脑肉 引起的所有的这个精神疾病啊 成人的啊 或者是小孩子的这个 呃 ADD ASD 跟这个 跟这个 智力神经所引起的 所有的这个疾病啊 其实都是可以经由一个方法 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 治疗这个 肠肉肺肉脑肉的方法 来加以治疗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智力神经受损 到底会产生什么症状呢 其实就是这个 手脚冰冷啊 手麻脚麻 阴炫 起坐性阴炫 胃食道内流 消化性亏扬 大肠急躁症 三肩半 二肩半 脱锤 闭锁不全 心力不整 胸闷心悸 还有运动喘 这个是神经传导 啊 神经一旦传导不良呢 传不过来呢 我们就容易 手脚冰冷 手麻脚麻 胃食道内流 因为我们的 这个食道 是受这个 腹胶感 所 呃 跟胶感所管理的 啊 当我们吞东西下来的时候呢 是腹胶感启动 腹胶感启动 这个跨叶机呢 也是由这个腹胶感启动的 可是呢 关起来呢 这个启动 是靠腹胶感启动 关起来是靠胶感 哦 所以 如果当一个我们 腹胶感启动以后 胶感没有给它关起来 就会造成这个 胃食道内流啊 就是没有同调同步嘛 哦 这个就是 我们最强调的 大家再看一次了 启动 好 关起来 如果不关起来呢 就是 胃食道内流啊 至于这个心力不整呢 是这样的 这个是心脏 心脏这一点呢 叫SA knot 由这里会放电 来管理整个心脏 当我们把这个 一个心脏做实验的时候 动物心脏 这个切下来 它还会再跳 好 是因为这里有一个 PastMaker 有一个节力器 不过这个节力器 也是靠 受到这个胶感 副胶感的管理的 哦 这个是神经 如果神经传导正常的话呢 心脏的跳动的时候 它就会很正常 bundle of his bundle of his 那么记录到的心电图呢 也很正常 哦 可是如果当这个 神经传不过的时候呢 bundle of his 它传导就会出现问题 哦 那么记录起来呢 就会有心力不整的情形 我们来看这个 一个25岁的这个女生 他也是心力不整的很严重 他11月20号 来检测以后开始治疗 8天以后就变正常了 所以 其实我们不只是脑部 这个治疗很有效 那么这个智力神经也很奇怪 我们绝大部分的 刚开始发生的这个 心力不整的病人 其实用这个方法 其实也治疗得很快 我们累积了非常多的个案 二肩半 必锁不全 其实也是跟 智力神经失调很有关的 这个是左心脏 这个是左心室 右心室 左心房 这个血液呢 由肺脏 回到 这个心脏 在这个 左心房 要到左心室 左心室 然后再打出来 到我们全身的动脉 我们就可以摸到脉搏 这边 这个半叫做 二肩半 这个叫三肩半 那么我们这个 二肩半呢 一定要闭锁得很紧 要关得很紧 就是说 当我们 这个血液 由这个 左心室 收缩的时候呢 这个要关起来 这样才是正常的 我们这个是左心室 这个二肩半 二肩半要关得很紧 那么这个二肩半呢 它这个 打开的时候 打开是靠副交感 关起来是靠交感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 交感 副交感 如果不平衡 神经传不过来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这个 没有办法同调同步 就是说 当我们 你看我们心脏 一分钟 如果跳动六十次的话 就等于这个 半膜 它一秒 要开一次 关一次嘛 就等于 将近零点五秒 开 零点五秒关 如果它这个神经 没有同调同步 共振的时候呢 就会造成这个 半膜脱锤了 这个就是 半膜脱锤的 一个主要的这个原因 就是说 我们这个半膜 整个心脏是由这个 胶感 跟副胶感管的 所以他们一定要 同调同步嘛 可是当如果我们的神经 传导的有问题 这里 这一块肌肉 是管这个心脏半膜 管心脏半膜的 如果这个神经传不过呢 这里的肌肉 没有办法收缩 能够收缩 它才能够避得紧 如果它这个神经 传导有问题的时候呢 传导有问题 它就没有办法 好好的收缩了 就会造成这个 半膜脱锤 如果用超音波的话 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个半膜脱锤回去了 来不及关起来 至于起坐性音血呢 也是一样 因为如果我们的神经 传导不良 传导不良的时候 当我们站起来的时候 我们的脑部 或者这个 它会自动命令这个 脚部的交感神经启动 把这个血液收缩 收缩 把血液往上面打 可是呢 如果你这个传递 比较慢一点 那么血液都跑到 这个脚下面来了 就要扑领到这个下肢 那么这个上面 血压就会比较低 下面比较高 所以你会觉得 眼前一片昏黑 晕了好几秒钟这样 所以这个叫做起坐性音血 那至于一般性的音血 又是怎么样造成的呢 它是跟起坐性音血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平衡系统 眼睛也是一之一嘛 眼睛看到的东西呢 会传啊传啊 传回我们的这个身体 我们身体各部分的肌腱啊 肌肉啊 各方面哈 传回来这个 这个性血平衡的 这个器官的性血 都会传回身体 像这个是 我们的这个半规管 身体的半规管 它传回的这个 身体的这个性血 也要传到 中枢神经 还有这个耳食啊 这里的性血也要传回来 身体各个部分的性血 传回来 传到哪里呢 先传到小脑 这个平衡的性血 先传到小脑 小脑再传到大脑 大脑然后再发挥指令 如果我们这个传递的 过程很顺利的话 我们就不容易投赢 如果传递的过程呢 出了问题 这个性血没有办法 即时通掉 通步 传到这个脑部 然后就有一些 性血就偏差了嘛 就好像我们看这个网络啊 你看到 人家嘴巴张开 没有听到声音 中间有一个lag 有一个磁缓 就好像是 一个飞机要降落了 它的这个 起落架 没有收到讯号 没有办法降落 这个用 用这个飞机的这个肚子降落 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常常很多人 头晕 那我们也觉得很意外 很意外的发现 绝大部分的这种 因为智力神经 失调的头晕 就是甚至有人 每天都晕 连睡觉都在头晕的人了 躺在床上还是晕 不管站起来还是怎么样 这种其实也好 还蛮快的 出乎我们的这个想象 不要用药物治疗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在这边 讲到头晕就是 稍微提一下 就是头晕是有三种嘛 一种就是 梅尼尔施针的晕 这种晕就会炫 你看到旁边的车子房子会绕着你转 这个叫炫 炫阴 那一种是叫做起坐性阴炫 就是站起来 跟这个会头晕一下 一种是不管你站还是怎么样 就是一直晕 其实这后面两种 都是跟智力神经失调有关 那么至于这个梅尼尔施针 这种看到物体会转的这个晕呢 其实就是跟这个 中耳的过敏有关 这个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整个身体 整个器官 这个每一个器官之间 没有同调同步 没有共振 没有和谐 就不会有效率 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疾病的这个看法 所以几乎所有的疾病 你不管它先暂时不要去治标 你要把这个源头治好 就好像前面讲的 你房子漏水了 你不要一直拖地 先把这个漏的地方处理好 把脑神经细胞 把智力神经管理好 把免疫系统先弄正常了 下面的疾病 其实就会自然的消失 如果只是治标 永远治不完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说 这个我们的医疗产业 越来越大 可是人身体越来越不健康 就是因为大家都在治标 几乎很少人在治本 所以我们讲百病同言 百病同聊 这个就是讲前面的 讲过的 就是都是可以治好的 所以如果见果不见因的话 只有治疗疾病本身 绝对是徒劳无功的 我想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大家要治病 要由这个肠肉肺肉脑肉开始 把这个脑神经细胞 弄好免疫系统 搞好很多病就会自然消失 谢谢